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WakiSher 歡迎回到全片戰爭戰 隨三 這次我們玩法間第二屬的貝拉科 我就教大家如何極速解鎖它 如果未看的話 我們再看這條影片 然後解鎖了你想玩的話 我就大概試一下 我也是這樣玩之前 我就大概看了這個遊戲 就是要視乎這個戰爭怎麼玩 有一點點概念 我覺得自己還未說是很熟悉的 但是給大家一點點的概念 還有之後可能大家再玩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的概念 同樣啦 這些錄影畫面我們跳過它 好啦 我們錄影到進來 這個貝拉科貝拉國的開局位置在海島上 有些過癮的地方可以收這些附從國 首先下面這個國家已經是我的附從國 咦 來了 好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英雄單位 當然我們混合它就是訓練 我們先自動戰鬥打了這兩場仗 那呢 啊不對 這一場 不如我們這裡輕易那麼大 示範給大家看看 貝拉科有多好打 它真的超好抽筋 我們先來這裡弄進去吧 好啦 這裡很簡單 我們基本上後面全部的兵都不需要用 我們只需要用我們的怪獸單位 我們的英雄單位 就夠了 然後還有貝拉科 那貝拉科就先走 其他就要衝過去 那貝拉科就走得很快的 所以呢 所以我們可能去到差不多就要等一等 那基本上呢 如果你有心機的話呢 你可以把貝拉科所有的戰鬥 交給他一條人打都等的 因為他就是這麼鬼死的好抽的 我們這裡 走前一點點 我們就等我們的部隊 帶部隊黏在一起 好啦 那 人家出一下魔法 這樣打到我們的 奸騎魔種 或者 剛才我們這隻是奸騎魔種 但另外那隻就是另一隻魔種 飾鍵魔種 那兩隻最強的魔種 其實就在這裡了 好啦 那跳下去之後呢 開一開技能 人家的攻擊力呢 就會減低了40% 然後呢 其實呢 貝拉科一條人呢 就可以砌 當然我們這些怪獸走過來 其實是用來支援 就打得快一點點而已 那但是呢 其實我就自己試過了 貝拉科一條人呢 是打得完的了 那呢 我們這裡呢 就為了省下我們的軍隊 就不要等他們死而已 那這裡這樣 全部人走過來啦 是嗎 就應該呢 只會死一隻的 這個飾鍵魔種呢 我們就贏了的了 那麼 輕而易舉 那我們就這樣打贏了第一場 那我們就讓你看到呢 貝拉科是勁得蠻誇張的 一條人自己做過一千傷害 那剩下那些呢 加起來呢 這隻也做過一千傷害 不要緊 那我們先弄我 我們出去再說 好啦 我們現在損失了一隻呢 贏了 然後呢 基本上我打到贏的軍隊的話 我基本上就殺害戰狐 因為呢 首先就是我們 俘虜他呢 我們是拿不到的靈魂 一會兒我們再說 但是呢 殺害戰狐裡面 我們可以增加單位的經驗值 那單位的經驗值很重要的 因為呢 我們可以看這個軍團升級 我們拿著略奪者 可以將他升級成為這些混沌勇士 就是 你之後 是可以有這樣的 功能可以做 變成我就想早點 就拿到這樣的技能 那些這樣的經驗回來啦 好啦 那升了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能就會 我們會向著這個魔法 因為夢龍中敗啦 還有這個幽暗深淵 是很貴性的 厲害的魔法來的 所以我們就向著那邊去升 好啦 然後呢 這一個呢 我們就免得打了 那始終是攻城的麻煩 我就由他自動戰鬥 然後呢 我們佔領他呢 就拿到我們第一座城 也是我們主城啦 然後呢 這邊可以起爺 那我們 先我們可以 招募成本減10% 這個我覺得也值得起爺 那另外呢 因為我們主要就不會有很多的性 那我們呢 這裡升成長 就不需要升遲 錢呢 我們其實短期內都不會太擔心 所以我們這一刻不要理著 那然後呢 我們既然升到夢龍中敗呢 就升兩招技能下去啦 然後這邊呢 那這邊呢 你看到我是升到這個訓練度的 因為呢 就好像我剛才說的 你的單位的經驗值是很重要的 如果儘快升到經驗值之外呢 我們呢 就可以將他 將他變成 這裡 變成其他的 景點的單位 那就可以 也是一樣啦 你看到這個 的火血者呢 你可以將他升級成 高加火血者 你知道他有什麼呢 非常之好用 那另外呢 就是他們精兵呢 是不需要 好像這樣這裡呢 招募的話呢 是不需要等他 所以呢 就變成我們現在這一刻呢 我不用那麼快去招募他 都沒有所謂的 好啊 然後呢 另外呢 這裡有一個的混沌震勵啦 每一個震勵呢 有他自己不同的一些特殊技能 就是譬如像這裡那樣 那你可能 開一個這樣的技能之後呢 你可能譬如說 咦 我們可以叫好一些粉妖啊 之類的東西 那就是好像這裡啦 這裡呢 我們可以 這個 如果打贏戰鬥之後呢 就每個地區的成長加75 這個呢 就很有用 我們一會兒可能會去用的 那另外呢 可能就譬如這裡啦 這個有一個1000 可以獻祭一些靈魂過去 我們 先看一下 我們獻祭的話 有些什麼 怎麼獻祭過去呢 我們先看一下 好了 研究這裡呢 戰鬥獲得的靈魂加20%呢 我覺得這個呢 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靈魂機制呢 將會是最影響我們的 然後軍事合作呢 我們這邊呢 可以在別人那邊呢 建造一個勢站啦 那 早期的話呢 我們的錢呢 都不是說 那麼難儲 所以我覺得 早點建一些勢站 就有些支援啊 那樣的話呢 都OK的 然後另外呢 看看 先 外套上面沒有什麼 值得做 咦 反而這邊 和吸血鬼工作可以做到朋友啊 那 我們40元都拿了先啦 反正我們呢 不會那麼早 想著南下的啦 好了 那 那 先 真的在這裡啦 憲制 我們怎麼去憲制的東西啊 憲制這裡呢 其實我就 不太懂得怎麼去憲制 是啊 我們這裡都按不到什麼 OK 不要緊啦 憲制我們之後再想 到這一刻呢 你知道呢 大概是 機制是怎樣 應該OK的 啊 我們事件這些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啦 咦 有個預言 這個不關事啦 紀錄 哦 這些都是一些普通的東西 好啦 那我們在第一個回合呢 就可以這樣過了 好啦 那我們呢 在盟友的獸陣開始呢 就在建築中啦 然後都要打完之後呢 我們自然呢 就打到我們下面的座城啦 那呢 這邊呢 是大城 如果我們自動戰鬥 也都沒有什麼 我們就自動戰鬥 我們呢 就寧願打遠一點點 給大家看 然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佔領他啦 或者是可以征服他 那呢 我就想征服他 因為呢 我征服了的話呢 我就很承認他 中主角呢 他每個回合呢 會繳費給我們啦 那我們就好像多了一個盟友 那樣 好啦 那這個就是貝拉科的一種特別的玩法 好啦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升一點到港老人了 因為呢 我們之後呢 就會盡快衝過來這裡呢 去打這座城 那呢 我們先看看 如果我們用了這個急行軍的話呢 甚至還可以下海 海 那我們呢 就盡快走上來這裡啦 那樣的話 你看到我好像打得很急的 因為呢 就 咦 咦我們剛才呢 應該要 插這個爛位下去 先 欸 敢行 敢行 算了我們 暫時先不要插著 欸 好啦好啦 我們看看 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目標 看看 快速協議的話呢 我們可以跟他呢 去談貿易 順便賺一點點錢 好啦 這樣的話我們呢 會向著 北面進發 這樣呢 就把這裏的納斯卡 這裏呢 全部呢 就霸位幾用啦 那另外呢 這裏我們的英雄單位呢 就開始升下這裏的東西 那他主要是用來貼著我們去做訓練的 那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最後 先 混... 那等一下我們可能用來升級城那些呢 那些呢 減10%如果你說 升級當要2000元 那樣 其實你已經省了2個稅 那都說有些用的 那這裡我們呢 讓他過了這個轉 好啦 那新的一轉呢 就好像沒什麼做著 那但不要緊 我們呢 就急行軍呢 就... 走了過來先 先 我們... 我們可以去到這裏嗎 我們先走了 應該不是那麼短的 應該還有空 對了 我們再走到這裡 下個回合就可以打這一邊了 我們下個回合再想 然後呢 我們這一邊呢 這些陣禮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要看著的 呃 看看先 對了 這些 我想我們這一刻不用用 咦 補完速率他有用 我們一會再想一下 但是這個回合呢 都應該可以跳過 暫時沒有仗打著 好了 我們呢 單位獲得經驗 就加25%就升了 好了 那我們就轉回做普通模式 然後呢 就宣戰了 好了 那我們就當然先上了陸地之後呢 就是時候呢 蒸兵啊 你可以看到呢 這樣也是一次過可以蒸這麼多兵的 另外呢 先我們可以蒸一對狗狗 這裡是有毒的狗狗 也有用的 我們先蒸掉它 好了 那就暫時是這樣 然後呢 我們就看一看 這邊呢 我們就插這個 褲柳 暫房先 因為我們呢 打贏了之後呢 那些區域呢 所有的地區成長會加75% 這個呢 就很重要了 那然後呢 嗯 對了 我們先插這個 這個呢 它是不是說 這個應該是即時生效的 沒理由要等的 那我們就試一試吧 這座城呢 加近30的 下個回合呢 是還未可以升到成長 我們看一看打贏完這場戰鬥呢 會不會升到呢 好了 那如果打我們 自動戰鬥的話呢 是不會死人的話呢 就自動戰鬥這樣贏了它 然後這一邊呢 我們可以獻給這個附叢國的 我覺得OK的 因為這座是邊境城市 我反而寧願呢 將它送給隊友呢 因為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這裡已經可以加到 精到兵 加到人了 那這座就沒什麼所謂了 由你這裡加一些地獄炮 加一隊紛擾 整隊軍隊突然之間呢 就成了型了 那呢 就... 我們這裡再升一升個點數 丟靈術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升他 專用來殺人的領主啊 之類的東西 好了 那我們剛才打了之後呢 你看看見到嗎 立刻呢 那個成長度升了上 然後呢就可以升兩級城了 好 這樣呢 我們呢 就將其作城 獻了給人啦 就不用自己管 那都OK的 那只要他保持給錢我們呢 都沒問題 反而呢 就是 我就想拿這些大城的 但我們看看這個行散呢 就是巨魔 這個什麼鬼 峽灣在這裡啦 然後呢 就有大城在這裡 我就寧願呢 就打了大城呢 就不是在這裡教啦 好啦 那然後這邊我們升級的話呢 看看呢 這裡我就升護甲啦 就是希望他作為英雄 可以做一點點的士氣提升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之後會打到那邊的作星 好 然後這一邊呢 咦 可以升這些的 的哨兵站 但是用得太多錢了 我們暫時先不要弄著 那但是呢 這一邊呢 我們看看吧 如果我們在 另外一個人起哨兵站呢 要多少錢呢 那這邊的話呢 咦 這個 不是這個人的 我想設定目標 不是這個 如果這個我們在哨兵站呢 三千元 我們可以召喚到奸騎濫妖 咦 我先看看錢這裡 我們每個回合減一百二十幾元呢 咦 好像節省一點錢會好一點 既然這樣我們就不要升 我們就可以等下回合再搞了 好啦 那來到第五個回合呢 咦 我們先找個單位走出來 我們看一看前面有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最遠呢 是走到這裡的 這樣我們看一看 前面沒有人呢 我們可以用這種模式呢 去 呃 當探路的樣子 我們這裡再回來 整件事前面有人探路 就OK了 我們看看呢 兵這裡呢 是在補血的 那我們前面的作性呢 應該是在說作主性來的嘛 那所以呢 就沒那麼快可以用住 如果我們在這裡呢 招募多個領主 這樣我們可以招募有魔法的領主 但我們為何跟Noscar 打火焰系的魔法呢 應該是最好 咦 如果我這樣看過 我剛才比較早一點召喚比較好 這樣的話呢 呃 這個 呃 什麼鬼啊 我們用這個啦 然後呢 我們就 找他 向著 我們是不是 需要不需要這裡走過來呢 那我們不如試一下 這個不潔化身 因為如果不潔化身呢 我們可以指著這個位置去執行的話呢 首先呢 我們只能召喚到這些 混淆啦 另外呢 我們這裡呢 其實會起了一個獵蜂出來的 你沒有魔鬼 好啦 那我們看一看 那個獵蜂在哪裡啊 他為什麼會沒有獵蜂呢 哦 在這裡 嘩 開到這裡啊 哦 沒關係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一會兒這個人呢 可以向這邊走過去呢 去開獵蜂的 那另外一會兒呢 他這裡可以召喚一堆兵走去支援 那應該呢 都OK 甚至這個獵蜂位呢 那麼近這座城呢 我們有機會呢 是可以傳送過去 之後立即幫手 呃 我們一會兒試一下吧 因為我都不太肯定 我們呢 就可以 結束了 好了 來到這一圈了 我們首先看到人家的部隊走過來這裡呢 我們其實都可以正面跟他打的 但是說真的 我們為什麼要正面跟別人打仗呢 我們就看一看 我們這個地方伏擊率有80% 我們既然就在這裡呢 就不如伏擊他啦 那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兵我可以招募呢 現在這一刻還沒有 三百多元這裡呢 我們先搞清楚 如果我們在外面呢 其實呢 是招不招募到一個戰團 不肯定 我們不要緊 這個火魔法只要走向這個位置 好了 這樣呢 我們其他的地方呢 都沒有東西 我們這些錢大概可以捱到 打一個回合吧 好啦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先... 我們先看 我們依然在這邊研究 這個回合應該這樣也OK的 我們看看有沒有什麼人跟我們關係好 是完全沒有的 好 不要緊 那我們就這一圈可以這樣結束 好了 這一圈呢 我們先看一看 人家呢 消失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派一個... 人出來看一看 好了 他還是在前面這裡的 但是我們的軍力呢 你問我呢 我們的軍力是不是這麼快可以打到別人一隊主編 然後這樣呢 這樣啊 我們其實之後會用回普通姿態啦 甚至是呢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還在這個... 峽灣 那我們不如就在這裡... 試一下... 站定定吧 看看他會不會呢 跟我們打正面 好 這邊我們就不如試一下去傳送屋 其實如果你問我呢 我們沒有必要現在去進去的 但是呢 我就想試一試 我們在這裡傳送屋過來 然後呢 是可以在這裡招募單位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這一刻呢 招募穿越過來呢 似乎就不是一個最聰明的做法 我們先回去 那我們呢 一會兒可以... 看一下先 但是如果我們招募單位 我們可以在這裡招募一些 走去那邊再招募一些 我們等一下這裡 我們看看下個回合他會不會跟他打仗 如果下個回合都不打仗的話 我們再想一下 是怎樣的驚喜 是怎樣的 好了 來到這一回合 他都不走過來跟我打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的兵其實都 都加到七七八八 那我可能呢 就在這裡呢 就走上去了 好了 走上去之後呢 我們這一邊呢 我們現在減了一百八十多元 那我們就試一下 他們如果招募... 哦 都用得多錢 那我們不如試一下魔法師傳送給我們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引走他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引走他的話呢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好... 如果他攻擊我這邊 我們把一部份的兵引開了 之後再打呢 會相對上容易一點點的 那我們就... 在這一邊暫時呢 就不要蒸著兵 萬一我們真的要打的時候再蒸都不遲 到時一蒸完立即去打的話呢 可能會好一點點 我們就等這槍結束了 好了 這邊就像剛才說的 我們成功引領別人的軍隊 去攻擊我 但我就撤退 撤退了之後呢 現在就造成了局面 就是別人呢 就是一隊助力軍隊 再加上一隊援軍 去攻擊我 當然我們這裡就不開始用戰鬥了 我們就開始打回真正的戰鬥了 那這裡呢 我們就等... 我們... 這裡看一看地圖啊 我們... 我們等... 撈而已 好啦 非常平坦的 那就應該沒問題 那我們就等一會撈進去先了 好啦 那來到這裡呢 我們看一看人家的兵 會在這裡一分多鐘會走過去 但我們這裡呢 其實佔了一個高地在這裡 如果是這樣的話 甚至這邊有一點建築物 擋一擋 沒有啦 我們就在這個平坦的地形 就準備在這邊組裝 那... 這個打法呢 都很簡單的 我們就所有的近戰單位 就排開它 然後後面呢 就我們清一色的怪獸單位 OK 那... 就不是很難理解的 狗狗呢 可能躲在森林呢 一會兒找到一個位置 去咬一下 我們有遠程單位 傾向放在這裡 保護著我們的大炮 另外呢 有兩隊用來 兜人來執役的 暴兵呢 就可能站在這裡 好啦 然後呢 我們的 誒... Bellacore呢 我們呢 魔法之鋒越多 對於我們的優勢越大 所以呢 我們不如就試試找Bellacore走出去吧 然後這些大炮呢 就不要亂射了 因為我們這些大炮呢 要保持著射到別人的大笨象 知道什麼才搞得好 然後呢 也都... 那... 似乎人家是想等到一些 蚊兵 那都OK的 那我們就看這裡 我們可以... 偷到多少東西 那如果我也要衝下來 我們打兩下 好啦 那如果人家有東西攻擊 我們就飛回上天 那我們一路向後撤退 咦 按錯 我們這裡 重回普通速度先 剛才我們按錯 全部攻擊 OK 不要緊 我們立即停掉 所以都OK 好啦 那這裡有些技能 咦 有個... 侵蝕魔法的東西 我們有些重型武器 這個有一個狂戰士 我們先殺了一隻狂戰士 好啦 那大炮這裡 可以開它自動射擊 我們先射一... 炮射下去 好啦 我們跳下去啦 我們當... 緩速一下別人 不要讓別人追得我們這麼貼 好啦 那別人的兵呢 都還沒真的走得很近 突然我們就... 這隻大炮 第二炮射中我啦 這樣的話 我們... 這隻大炮射過來 我們就集中火力攻擊別人 然後這邊呢 是時候呢 就攻擊了 我們這邊 我們在這裡避一避彈 避不避到 避不到 不要緊 我們就衝下去 另外這裡... 咦 他們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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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不要緊 狗狗這裡還在躲起來 應該沒問題的 這邊攻擊這邊啦 那... 人家的苦兵在這裡 就... 不太影響我們呢 這邊走過來 好啦 這邊呢 我們... 可以... 任由他們打著 先都可以 好啦 我們可能... 那些魔法OK的 我們... 應該硬吃得到的 好啦 然後這隻巨魔呢 因為他們是槍兵 這些巨魔呢 就衝過來這邊 好像比較好 那這邊呢 突破了別人的陣 就不要走到那麼遠了 那我們這邊呢 暫時先打住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可能 對一下夢龍鐘擺 就應該剛剛好 好啦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是時候跳下去了 我們的遠程單位在這裡呢 成功呢 就握走人家 然後這邊呢 我們的步兵是時候呢 走過來支援一下啦 好啦 這邊呢 我們... 用一些技能啦 差不多在這裡 好啦 那我們呢 遠程兵呢 是時候呢 就去其他位置啦 那麼呢 夢龍鐘擺 是哪裡需要 我們這邊呢 可能需要一下 我們剛剛在這裡 差不多了 我覺得打得不錯 好啦 這兩隊突殊步兵呢 就move了 我們這邊可以衝一波啦 突殊步兵走過來 你看人家的支援呢 超鬼神軟 但是這個位置 被人家擊退的 因為人家有隻大笨蛋和英雄 OK 如果是這樣 我們呢 可能轉一轉目標先 好啦 這邊呢 我們衝一波 然後呢 然後呢 藍繞被 就近戰攻擊 好啦 然後這個位置呢 我們可以 弄多一下 夢龍鐘擺 清一清他的步兵先 好啦 我們呢 剩下的那些呢 可能是留一點他 好啦 我們所有的英雄 和領主單位呢 可能就走過來去 嗯 集中火力攻擊別人先 好啦 人家的大笨蛋走過來 我們呢 可能 看一看 這邊的兵呢 就 呃 士氣回來 我們先 控制回來 知道 知道靈魂炮在射著他 應該OK的 好啦 那夢龍鐘擺 暫時我們先省回魔法 一會兒 我們再去想他 那 這個破血者OK啦 這邊呢 那些怪獸在打 推過去的 好啦 這邊呢 士氣呢 就擊退了他 那我們呢 這邊找一些人回來先 這邊不夠抽我們撤退了 但是呢 我們呢 千萬不要被那些大笨象跑掉 告訴你 我們呢 永遠找其他人去捉他 一定要捉死他 好啦 那粉妖呢 這隻大笨象在發狂 我們呢 找粉妖攻擊他 好啦 這裡的怪獸是時候走過來了 好啦 那裡呢 那些藍妖呢 其實差不多清掉了 我們可以先走他 那我們這裡呢 追著 我想我們這隻英雄 追著的大笨象應該夠了 然後這邊呢 找人去攻擊一下他 然後這邊呢 我們找人攻擊這邊啦 好 這邊清掉了 好啦 我們那 我們那 那些 色葉女魔呢 哎呀 死了啦 那就隨便吧 總有一點點損失的 其實也沒辦法 好啦 我們可以 可能跳一跳下去呢 甚至在這邊呢 減掉他們的 體力 好啦 這些兵走過來了 呃 這裡都還在打 好啦 這邊呢 成功擊退了他 這樣的話 我們繼續走過去 那些 孔若兵走過來幫拖 這裡加一加 我們呢 可能這裡集中火力攻擊這邊 那這邊呢 找一隻怪獸 嘩 那隻地獄炮射得很英俊 不得了 但是那隻地獄炮呢 可能要瞄後一點 我們呢 這個位置攻擊 好 這裡硬吃過來 應該都OK的 這裡再出個技能 再減一減他的魔法 他的護甲 好啦 那這邊呢 就 呃 集中 捉了人家所有的 呃 嘩 這隻 射擊角度 不得了 差點射中其他人 真的大件事 好啦 這樣呢 我們可以找一些怪獸步兵 這邊都清掉了 那貓勒克也清掉了 我們先不要管他 之後都要管 你看到貓勒克有這個 驚嚇的效果 一走過去 黏住他 基本上就把人家拆走了 好啦 我們的怪獸步兵呢 是時候衝出來 嘩 剛才掛地獄炮射得非常漂亮 我們這隻地獄炮呢 再開一開技能 好啦 然後呢 這邊清掉了 貓勒克也清掉了 好啦 那現在這一刻呢 是掃蕩的情況 因為呢 貓勒克呢 因為我們首先 第一就是我們來的攻勢 那我們只要儘快 越掃得越多 對於我們的優勢是越大 那另外貓勒克呢 要清掉了多少少的人 他們都可以有個 欸 什麼啊 我們可以 可以 經驗值可以提升多一點 有魔法之鋒就用掉了 這裡呢 這些技能這樣 全部都放進去 甚至後面 如果我們可以 這個人殺不了 殺就殺不了 但是這邊的話呢 我們希望可以殺到別人 那邊的 領主 差不多了 希望 他一死了的話 我們就 完啦 我們也看到他慢慢扣血 應該OK 其他人慢慢由他追擊 差一點 差多少 喂 你能不能殺到他 走快一點 我們看到一百二十幾血 不會殺不到吧 一百零二 七十三 三十八 好 剛剛殺到他了 結束戰鬥 那我覺得這場呢 都OK的 我們看看Bellacord做了 一千九 上來非常好 慘了慘了 死了一隻 這些女按摩 但是女按摩 反正他要刺激才厲害 那 可能有一隊有用一點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要多一隻 這些魔族不好 對不對 他們質疾又厲害 正面又厲害 這樣 對 還有一個質量去打劇兵 打英雄 全部都OK 好啦 那我們就要去拌勻這裡 好啊 這裡贏了 看到五千多元 然後這邊呢 剛才我說要單位經驗 但是靈魂其實也重要 既然我們這裡贏了 可以賺到錢 同時可以加五百靈魂 我就寧願加靈魂 好啦 這個剛剛好 然後 嘩 後面 咦 我們先看看獵鳳 那獵鳳剛才好像有一點動作 當然我不肯定 但是我們 待會看看獵鳳 等他在這裡拌勻 拌勻他 只剩下240多個派系 好啦 我們這裡 我們呢 我們可以增加攻擊 以及所有派系的建築加10 好 但是這邊呢 我們會加經驗值給別人啦 別人會受傷 但是會加經驗值 以及忠誠度會提升 我覺得忠誠度最重要 我沒理由離遠去到這麼遠打仗 打到一半 然後我要轉面去 再想其他東西 好啦 我們這邊呢 先把兵 如果我沒有教過大家的話 唉唷 如果我們把兩隊兵 減少少血 或者減少一點人的話 你可以按Ctrl M 或者指援在這裡 按合併選取單位 就可以把兵放在一起 就像剛才我們這些混沌蠟絕者 是虛血的 但是加上了 現在有兩隊滿血 那一打起上來就會好一點 這樣 好啦 夢中擺這一刻 其實都夠用的 為什麼呢 他就不完全破甲 60%破甲 我升這招呢 是有用的 他的打法都OK 但是我們不需要兩招的傷害魔法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寧願加魔法之鋒 就會好一點 我們之後再想其他東西 好啦 然後這一邊 我們升這個訓練 好啦 我們這座城呢 也有些人 那我們就是時候了 我們現在有八千多元 那我們就要蒸的兵在這裡蒸了 然後這邊呢 都可以蒸的 這隊是什麼呢 野心勇士呢 野心勇士呢 只有12人 我記得我上網看過其他人玩 如果他拿來做支援單位是很厲害的 那我們就照招募進去吧 這樣的話呢 我們呢 就可以有兩隊軍隊了 那我們可能呢 就先找一隊軍隊去圍城啦 對了 那我們呢 就先包圍他 然後呢 再找後面的 那就是我們訓練勝了 這個 這個技能呢 背水一戰是可以增強 這個近戰防禦 還有 施氣的 那我們先升上去 那我們這裡呢 就可以走前一點 看看吧 有沒有支援呢 有啦 略佔上風 如果你自動戰鬥呢 會死少少人 我們 死 死魔種 略奪者死我也不太介意 但是魔種呢 我真的不太想死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但是現在的模式呢 就不是最好來打的模式 因為我們的主軍隊不是在圍城 OK 這樣啦 死色劫魔種 不行 我接受不了死的色劫魔種 我們先去爆發 我們想想 有什麼辦法 色劫魔種這邊呢 呃 如果我們 我們可不可以蒸到其他兵呢 我們先繼續保圍著 我們養了四千多元 那應該 如果我們多招呼狗狗呢 好啦 這樣的模式去打呢 就不死了 我們只死一隻的運動戰絕者 這樣接受到的 那我們這裡打了之後呢 我可以征服他的 可以 征服他的話呢 也行 但是我寧願這個地方呢 因為是一個主城 我就想將他佔領 好啦 那這邊呢 佔領了 然後這邊呢 我們再做 先做的 我們可以將他加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兵呢 就組合在一起了 然後呢 但是你加起來呢 就搞清楚一點 好像這九隻啦 我們加三隻呢 就會變成十二隻啦 那所以如果你將這兩隊加起來的話 其實你會少了一隊魔種 那這一刻呢 我就不想無緣無故少一隻的 所以就不要用了 好啦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向火焰頭的技能 外面進發 因為呢 真的很貴死的 我們就可以用了他 好啦 然後呢 我們打完了啦 如果你問我的話呢 我們現在有錢的 這兩隻狗狗呢 可以混合他都沒問題 但是呢 粉妖太好用了 我們就照一隻粉妖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升 加錢的東西 然後看回呢 嗯 我們就可能建築 所有建築加十% 沒有啦 我們招募成本那裡就減少他 好啦 那我們就打贏了 那然後呢 我們有沒有其他東西 我們是值得現在升上呢 其實是沒有的 對啦 那我們可能這一刻呢 就暫時在用靈魂的 所以我們 其實有沒有什麼特別 特別的東西我們可以弄到 嗯 我們外交不關事啦 不潔化身 哦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限制這些東西來用的 應該 哦這樣啊 我們可以限制一些靈魂下去 但是如果我是想 我們的萬象呢 這樣啊 嗯 不如我們試試限制一下吧 我們限制下去 對 立夠侵食 沒有啊 立即對軍隊造成傷害 我們不如試試限制這裡一點 好不好 有沒有可以執行啊 必須選擇軍隊 如果我們是找他呢 哦 等等 這樣啊 不如我們暫時 至少我們現在找到在哪裏限制 那就足夠了 我們可能之後再想 這裡呢 我們加個 等一下 除了防禦之外 有沒有其他東西做的呢 幻象權威加1 咦這個好像很有用啊 幻象權威加1 和加10護甲 如果我們本身都想要加護甲 那幻象權威加1的話 應該有些用多一點 好了 然後我們看看有沒有什麼值得升 這邊有些東西可以升的 可以加錢 這邊可以加 呃... 什麼鬼啊 保暑站 好像不太需要 我想我們先加錢 我們在財政上面 去慢慢 去平衡 咦 但是我們如果升了的話 我們沒有錢 1800元 如果我們先這樣升了 呃... 我們看看外交上面 能不能拿到這些錢 沒有啊 沒有啊 OK不要緊要啦 我覺得他來的會打我們 這樣就一定會有錢賺的 然後呢 但不行啊 他這裡說我的錢 一定不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先不要起東西 對啦 我想這個回合就暫時這樣 好啦 我們來到第10個回合啦 這樣呢 偉大企國 呃... 是會劫派系的 好啦 那他就圍我們吃 但是呢 我們就可以後面 Bellacor在這裡幫忙啦 如果自動戰鬥會死人 呃... 當然我就 絕對不接受他死啦 如果是這樣的話 呃... 好啦 我們就不如就... 進行戰鬥啦 但是這場戰鬥呢 我覺得Bellacor一人走過去打 應該就已經足夠了 那我們先把他撈進去 好啦 進到你呢 十一魔法之鋒 補充受阻 如果... 不如我們引導一下 我們看看會不會加成減 那是減了一點的 隨便吧 好啦 好啦 雖然呢 我就告訴大家呢 他就這樣打應該呢 Bellacor一人都打得贏 但是呢 我們就不要那麼衰 就這樣看不起對手 我們呢 就最少呢 我們那些... 怪獸和那些... 奸騎藍妖粉妖呢 走過去幫拖 還有呢 我們的英雄單位都去幫拖 好啦 但是其他人呢 就算啦 其他人就看起來算啦 我們只要找狗狗咬牠呢 讓牠升級也好 好 先用這樣的模式進攻啦 好啦 我們這邊呢 隨便可以射大炮啦 好啦 我們在這裡等牠出一下技能 好啦 隊了第一波的是什麼 好東西啦 然後呢 這邊去攻擊啦 滾腰藍妖呢可以退開 好啦 這隻炮呢 就不是射中自己人 OK的 但是呢 地獄炮呢 就不需要再射擊了 我們這裡呢 出一出技能 這樣呢 這個呢 減人家領導力的 那我們不如減這個領導力啦 好啦 這樣呢 人家應該呢 就會 哈哈 士氣完全崩潰啦 這邊呢 有技能出呢 有什麼傷害魔法呢 就招出 我們呢 叫做 追擊人家 Bellicle一條人跑了出去 但不要緊 我們這裡是 隨便啦 我們其實我們加速 三倍速 那這樣呢 就贏了的啦 那這邊呢 就找人去追擊他啦 這個呢 我們就當賺一下經驗 也好 什麼都好 那 就等人家的領主死了 我們就結束戰鬥啦 多慘給人家 這樣 超多怪獸為偶 好啦 那 大 大規模性 完全沒問題 好啦 大勝 就看到呢 一條人都沒死過 那有加靈魂呢 那我們就拿靈魂啦 就當然 好啦 咦 還沒打完 喂 那 他說我們呢 有精英單位出來 但我們就可以升一下技能 那我們剛才就升了這個魔法容量 我們呢 就可以升 對啦 我們可以升到這個 幽暗 幽暗深圓 但看看看看 有沒有什麼技能是更加值得升的 黑暗之王減 人家的近戰攻擊力 不需要 最少這一刻不需要 那其他應該沒有了 對啦 那我們就升了這堆技能 好啦 記不記得呢 我們這裡插了這個東西 每打贏一次 就加了75勝仗 那我們呢 剛才已經加了一部份 我們呢 但是先 距離跟不上 追不到 但是後面呢 這隊又追得上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這邊呢 升一升技能 我們先看一看 我們升這招被動技能一定要 那一出火焰魔法的時候呢 就可以 呃 看看 自動戰鬥 可以贏得 我們自動戰鬥 那一出火焰魔法的時候呢 那別人的火焰傷害是減低的 好啦 然後呢 這個情況 我們又是拿靈魂 非常之好啊 這樣呢 Balacord可以進來這裡補血啦 有沒有什麼兵 這裡有些 標槍 就非常之好可以用的 有一個青鷹單位 我們先看一看 吹到攻擊 這樣就要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亂招募 我們現在呢 錢那裏呢 不是真的那麼穩定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先升了1800元 加了些錢 對啦 我們先不要亂招募 因為呢 我們這裡呢 其實也還有兵力的嘛 對啦 我們呢 穩定一點點 不要亂招募 那然後呢 那 比如好像 這隻狗狗呢 我覺得我們是不會用的 我們明天就省了些錢 那我們看一看 我們這個是主力軍隊 我們這些怪獸呢 就全部都要 應該沒問題的 那只是說 這隻立救單位呢 其實可能 我想我們先留一隻 但反而就這一邊呢 遺棄者也會要的 但是 我們需要不需要兩隻 有毒的狗狗呢 還有我們最後只會帶到兩隊兵過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 我想我們就 不要遺棄者 野心戰士也不會 我們只是丟一隻 我們 我們只是丟粉妖和 這個野心勇士過去 Barracord的軍隊 就應該足夠了 好啦 那我們看一看呢 有其他的東西可以用 暫時這下不需要弄 那呢 我們看看 那 如果你們問我呢 我們呢 向著 我們看這裡有孔藥 蠟狗 奸騎和食劫 那奸騎那些當然就很好用啦 都可以想得過的 那 但是呢 蠟狗 不是 這個 孔藥那方面 如果我升到孔藥的步兵呢 就很有用 我們先看這邊 因為呢 我們這一隊兵呢 我們是可以將它升到蠟狗 那我們是需要科具 什麼 呃 烙鐵啊 什麼熱烙鐵 那樣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就找一找啦 在這裡 那我們呢 就不如向著這邊進發啦 那因為呢 很明顯就是蠟狗的步兵是比較厲害的啦 那可以這樣先 那我們每個回合現在減百多元呢 暫時應該是一個最好的做法啦 那呢 就對了 我們這個回合呢 就大概可以這樣啦 那就是第十個回合啦 那呢 也都是啦 就是啦 試給大家去到這一步 我想讓大家看到啦 我們怎麼從初期打出來啦 他的精兵制度是怎樣啦 他有這些這樣的 震禮啦 甚至呢 我們看看先 我們剛才 不如我們試一下 這邊呢 我們有八百 這樣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邊震禮呢 我們這裡震了一些人的 現在限制不了嗎 可能我們要發動了才行 那我們就 我們就八個回合啦 不如我們就發動了他 好啦 那呢 不潔化身 這裡發動啦 那發動了呢 首先就是我們 升兵那裡 這裡就應該是啦 有火血者可以增兵啦 那另外呢 這裡呢 我們 用不了了嗎 那算了 我們現在呢 我們 我們 結束了一圈 我們呢 可能下一圈我們看一看 好啦 來到第十一圈呢 主要我想看看 我們可不可以限制靈魂 喔 我們要 我一限制要限制二千個 難怪啦 那我們剛才 用了很多靈魂的 好啦 現在這一刻呢 我們就有其他人可以去打 那呢 嗯 嗯 哇 我們這裡跟他的關係很好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當然就找到最近的對手啦 那最近的對手呢 這裡有一個集會場啦 那顯然就是這傢伙最近啦 我們呢 就向著這邊走過去啦 那另外呢 我們先走過來這邊先啦 把這邊的兩隻兵呢 移過來給Bellacore 那他就可以跑過來了 那另外這個人呢 就可以跟著他呢 做跟班 用來探路也好 什麼都好 可以用得著啦 好啦 那錢 咦 我們已經賺錢了 是不是非常之好 但之前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值得去按呢 現在這一刻沒有的 我們看看這些陣禮呢 呃 現在這一刻應該沒有東西想做 是咯 剛才我們剛才 送這樣的人 咦這邊呢我們 哦 咦我們啟動了效果 所以每個活合呢 我們消耗了50的靈魂呢 傳了過來啦 那就是我們很快就可以在這邊呢 可以升到這招這樣的致命感染 哦 咦那我就 明多少少了 現在 好 好 ok 這樣的話呢 就 清楚一點啦 好啦 那我想 現在 TEN 11啦 我想我們暫時在這裡停就好了 那 那 帝國那邊呢 我不覺得自己會玩下去 因為呢 其實 興趣沒那麼大 但Bellacor這邊呢 因為第一就是他的故事性好啦 這是第一啦 第二呢 就是我之前拍的第一條帝國片 就是說我買的那隻FIGURE 那好鬼死靈 那我們有機會 如果你想我繼續打下去 想看的話呢 就記得留言告訴我 那 或者你可以 咦 如果你有其他建議想看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 那 今天這個 貝拉科 Bellacor的戰役是這裡 祝今天大佬無溫槍龍 再見